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2018年 一批国宝的数据复原工作 正在进行中 李耶勤俭 现藏于湖南李耶勤俭博物馆 这些木片看似不起眼 但模糊的文字 却隐藏着大量信息 这些信息来自秦朝的一座县城 2002年6月 湖南湘西李耶古城 一座古井里发现的 三万七千四百余片勤俭 震惊世界 这片勤俭上记录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字迹已经很不清晰了 它经过火烧过水泡过 就很难再现它本身的这个原貌 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技术 比如说多光谱的采集 可以把它很好地再浮现出来 南洋护人金不耕 正不饱 妻约有 子小上造私 2200年前的一户人家 护主正不饱 享有爵位不耕 他的妻子名叫有 两人还有一个未成年儿子 斯 当年他们生活在南洋里 现在这家人在这片木简上团圆 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虎口馆 我还知道有一片更像身份证 23个字 介绍了一位来自原邯郸 韩神里的男子 他叫吴骚 皮肤有些黄 椭圆的脸 身高一米七左右 有了这块颈 吴骚可以避免被冒名顶替 官员检查人口流通也有据可依 即使他的身体已成为尘埃 但木简还记得他的样子 史皇统一六国后 推行郡县制 全国共有40多个郡 地处洞庭郡的千岭县 并不起眼 这里的大小官员也很平凡 他们当年日复一日 书写完成的官府文书 便是现在的领椰秦简 大部分的木简记载的是秦王政 统一中国称始皇帝后的秦代 其纪念由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 一年都不少 既是详细到了月和日 大量的木简一枚 大量的木简一枚便完整地记录了一件事 一个时代浓缩于一个县 一个县浓缩于一片木简 三万七千多枚木简 就像是一部秦朝县城生活的百科全书 写满了当时的各个方面 有通游 有行政建制 有买卖 算术和济世等 全景是展现了军县制下 一个秦朝县城的管理和运行 始皇28年 千灵县服役人的死亡率颇高 每六又六十三分之五个人当中 便有一人死亡 始皇32年 千灵县的苍栗将祭祀剩下的一斗半酒 卖给了城 始皇32年 千灵县共有户数五万五千五百三十四户 甚至还有三片目前可见最早的 九九城法口诀表 在正史当中 对秦朝行政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记载 不足千字 而礼耶勤俭 用近二十万个字 为我们描绘了三万七千多个从前 这如同复活了秦朝的一个细胞 继而复活了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 那时的小利与平民 仍随于尺度 可以阅读 可以理解 可以想象 可以在尺度之间 看到那些被秦时明月照耀过的 生命与时光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 未经历 议 感谢观看